很開心 然後覺得真的可以看到曾子余完全沒見到 然後有新的朋友這樣子 新朋友 我期待我們未來以後可以一起吃喝玩樂 對對對 我們要一起吃喝玩樂 坐在曾子余和六月中間 好久沒出現在螢光幕上的納豆 他終於要重拾旅遊實境節目主持榜 在鏡頭前 大旦美食和搭檔一搭一唱 這是納豆在今年一月爆出腦出血中風前 主持旅遊實境節目的片段 演藝工作一度全部停擺 如今時隔九個多月 一號納豆回歸節目 和熟悉的搭檔曾子余以及六月一起出發宜蘭 所以我跟他出去的時候到每個店家 幾乎你都可以跟店家變朋友之外 有時候跟路人或跟客人莫名其妙都會變朋友 回憶起過去每一次和納豆一起出外景 所有好笑好玩的事都歷歷在目 納豆才剛回歸 就立刻和老朋友鬥嘴 看起來活力十足 其實一開始只是想說 督查一下 督查他們好好工作 但後來發現他其實還是很爽 然後就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覺得現在時間到 我該回來一下 身體狀況已經大致穩定好轉 現在納豆要再用他搞笑風趣的主食風格 繼續帶給觀眾歡樂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